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27课 常能带挑、常能连挑练习 常能的时候有三种挑 一种是常能带挑,用的最多 我们一般常能的时候 需要挑的时候带一下就可以了 常能连挑用的不是很多 可是我们的霸王线节里面 就用到了,传统曲调就用到了 所以挑一次冷一次 挑一次冷一次 这叫常能连挑 常能合挑 通到里面下的空穴的时候挑一下 这叫合挑 这种挑使命埋伏 将军令和普安座都用到 传统曲子里都用到这些合挑演的指法 这条练习是可以用常能带挑 速度加快一点 速度加快一点 可以用常能连挑 可以用常能连挑 连挑是快一点 带挑可以速度放慢一点 都可以 所以我们要用常能连挑 主要连挑 主要连练的时候 主要把两个生母的音调都要很完整 所以上面一个生母 dol,le,mi,do 这个都要能够完整 下面抖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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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抖 都是清清楚楚的 两个生母都要很完整 那么不需要能够做到这一点 所以说不要挑的时候 第一条弦的能指停下来 不要这样 这样的话 两个生母就不完整了 下面听一下这条练习的演奏 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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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谣》的练习 谣是谣指 谣指的指法我们老造就有了 有些人说是新发明的 不是 我们老在琵琶铺上出版的都有了 都有写了谣指法 谣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把过去都是用大指摇 右手的大指摇 大指摇为什么呢? 大指摇应量大 用十指摇应量小 也就是像使命埋伏 将军灵描写掌号 掌号的时候要用点大摇 掌号的效果就是说 真发人心不怕死了 勇敢地往去冲下去 这个摇掌号出现以后 很激动 这个效果出来 所以用大指摇 大指摇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有几种方式 最难的就是大指往上 这四个时候是并笼 大指往上 中间的关键往下一些 那么指甲 这么摇 这个摇 摇的时候一般的毛病都是这个问题 就是什么呢? 就是想主边 硬量很大 向右边 硬量很轻 一个大 一个小 这个摇指 学不好听了 因为摇指 也是我们琵琶演奏的 长音指法之业 我们长音的指法是轮指 长轮 滚 长音 摇指也是长音指法 摇指的长音指法 比较激动 比较紧张激动 所以它又有大力 它摇不一样 所以在摇指的 我们一定要做到想主 想右的 音量 音色要一样 尤其现在 大指摇 基本上很少 有人能用大指摇的了 都用狮子摇 狮子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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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右 音量很小 为什么呢 它就是摇的时候 想主力的时候 望下的 望上挑的时候 望上的 一个望下 一个望上 这声音肯定是不对 一个响一个清 这就不好 那么这个问题就是说 我们可以维固一下 这些我们学的台笔法 假如说 四五十岁以下的 可以学笔法的话 都是可能受到 我们发大革命的影响 那个是要否定传统 要搞到新的 那么搞新的当然好啊 可是搞新了以后 没听 音响效果 发音的音响效果没听 那么所以这样的摇就是了 不知道这个 所以这两个音响要一样响 那么这个摇的效果就好 假如不是一样响的话 那这个摇是不对的 因为说 摇的发音的音响效果 其实摇就两边的音量一样响 音响一样 所以这个很重要 那么我们捏的时候 还是要度听的音响效果 假如是不对的话 马上就停下来 那裂摇的布肉怎么样呢 我可以介绍一下 用十字摇好 大字摇好 摇的时候 第一步就是说 有两种方式 一种很慢的 听出来吧 就是大字跳的时候 跳的音量很强 一样的 十字也是一样 往里边的时候 音量大一点 那么这种是为了 刻薄 像有的时候 音量小的 这种弊病 那么这么老子 这么练呢 快不起来 所以我们还要练一种 指甲不要离开弦 不要离开弦 这么动 没声音 这要练的 这要练的 假如不练的话 快不起来 所以说两种交替链 由那个音量 相组相应的音量一样 也能够快得起来 那么其实好多人 都用十字摇 甚至用明智摇的也有 摇的时候 都是相组音量想 相应 音量小 这是什么毛病呢 所以它就是想下了 应该这样 你看十字摇这样 平的 大字 十字进来的时候 往秘宝里压一下 那么这个音量一样了 否则这样的 我也不会咬 射尊摇 一个响一个响 就很难听了 所以要特别注意 听音响效果 好 下面我们 听一下这个练曲的演奏 小 $ 2 我送到签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